我们过度强调基本功 我们的基本功又是过于机械 是长时间多频次的出现 以单节奏 这个东西只是杂耍 因为时间长了 此无他为手术 外游翁天天就这么 从铜钱里边 把这油给当进去了 卖油翁 对吧 那么你卖油翁 那么你说你卖油可以这么卖 那么你卖油是可以这么卖的 但你卖面呢 你卖面你也是把面拿起来吗 那卖面这成的 还得捞吗 逗你吗 是吧 你看没有 那你要玩油 你要遇到这么一个节奏 还怎么弄油呢 人那边已经 你懵了 你那边 你懵了 你懵了 超纲了吧 超纲 我不连 你别 我为什么要连线呢 大妹 我这聊的挺好 我自己聊 我为什么要连线呢 好吗 我的理论来到哪里 来自于实践 来自于思考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看 我昨天晚上 你看我这百度网盘 我还能够 你看我这百度网盘 就类似于一半 你看 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是 我截了 我六分钟的比赛 我截了三分 我截了三分多钟 就这里边就存在着 三分零六秒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 除了我儿子 就是足球的东西 我昨天又想到了这张照片 贝尔和C罗 然后我就等着贝尔走的时候 我会发这张照片 我是一个真正热爱足球的人 我是一个热爱足球的人 这是今天早上七点多 我一直没睡 我早上七点多没睡 然后呢 我吃完面条 然后我去做的核酸 回来我睡的觉 有人说 你是不是吹牛逼呢 你说你白 你不睡觉 你再做视频 来看 四点十八分 对吗 这个信息 我用美图秀秀做的 四点十八分 凌晨四点十八分 我在做这个视频 我做了三分钟 这三分钟里边 是拉玛西亚 十三岁的比赛 它里边有各个位置的表现 每一个位置 我都能够看出来 他训练的痕迹 就是他的训练要求 就位置要求 位置技术 要求 我就会拿着这个 去作为我的教案 我给他翻译出来 有人说 你没上过班 你也没学过证 你拿什么去教这些孩子呢 你又没踢过职业 我心的话说 我为什么不能自学呢 你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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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的东西 他有这个鲜活吗 你的导师 能知道 拉玛西亚是怎么练的吗 不能 我也没看过 虽然我去过 我在现场看过 邝党雷视讯的时候 我在拉玛西亚里边 就在厂边 有人说 你是不是吹牛逼呢 有没有人 赌一个姜天华的 我要拿出 我当时在厂边 拍的视频呢 巴萨训练 有小话呢 我一直没放 为什么呢 坦白说 人家不让拍 我呢 就坐在这 拿着手机 打开了 拍了一段 所以我一直没放 如果你要觉得我在吹 那咱俩就赌 输了 我输你十个加电话 你要输了 你给我打一个 你要赌吗 有赌咱俩连线 我现在给你找 这视频 因为我在厂边看过 然后呢 谢谢啊 这顺 谢谢啊 谢谢 那么这个 拉玛西亚 我就探究着 因为这个拉玛西亚 这个队 U13非常强 非常强 他几乎 除了有个别比赛 输给黄马 几乎 就是14 840冠军 前阵子一个比赛 打AC米兰 无比 决赛 决赛 打AC米兰 又13 5比1 那么这个队是怎么练的 我呢 是从比赛倒推 从比赛倒推 我呢 先 我能首先 我是在他的比赛当中 去发现 他的要求 因为这些孩子 他一定是按照教练 要求去做 他要不按照教练 要求做 他妈下个 学期 这些孩子就没了 拉马西亚每个 每年 现在 今天我得到的消息 是现在的西甲的职业梯队 都在重新逝去 就此时此刻 他在6月底 完成新赛季的组队 他就决定 再招谁 谁 say Goodbye 6月底 这一个月 要完成 拉马西亚各级梯队 新赛季的人 就跟现在这个转会窗口 是一样的 他们是这样 就说 我觉得哪个位置 现在不够好 那么他们就接受视讯 这个视讯是从哪来的呢 我告诉你 没有从民间来的 因为你到了13岁 是不可能再有什么民间了 民间的都是兴趣班 根本不可能敲开 拉马西亚的门 他从哪来的呢 可能从 科罗西亚 奥萨苏纳 赫塔菲 塔拉格纳 马略卡 他可能是从这些梯队 要人往高处走 球碳 对 他们球碳系统非常发达 就说 现在能进拉马西亚的 一定是职业梯队的 不可能是民间的 不可能 说我这民间 我们社区 兴趣班里边 我们出了一个拉马西亚的 不可能 8岁有可能 13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有完整的竞赛体系 就说 A级联赛 二级联赛 就同龄的 然后呢 他有球碳就去看比赛 然后我看上了这个 赫塔菲的这个7号 好了 我就跟他家长联系 他们直接找家长 不找俱乐部 因为俱乐部 在这个16岁以前 他可以注册这个孩子 但是他不能决定 这个孩子 是不是必居在这 16岁以前 在西班牙 是想走就可以走 你说组客 我怎么现在 我不想在你这梯了 我去黄马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咱们这不行 咱们这飞弹说 给你开一个一亿 美约金 当初万象要去恒大 恒大说了 来可以签约 一亿 万象他妈一下就懵了 一个亿 当时九岁 签一个亿的合同 那幸运星五百万 美约金五百万 就说来这 你怎么走不了 你走不了 除非是我让你走 我让你走 我把你淘汰了 还未见得给你自由身 因为我把你淘汰了 万一你去别人 你起来呢 这个领导就蒙了 领导就会说 你为什么把他放走了 你看放走了 到那打主力去了 不行 如果你放走他了 最后你去哪 你收点钱 这就可以交代了 领导说 为什么他走了呀 那人当时想走 人给转费费了 人给钱了 有钱就行 你不能说两手空空啊 所以在西班牙就是这样 就说 16岁以前 我在哪个队 比方说 我上个赛季是踢三级联赛 但我被球团发现了 现在让我去踢二级联赛 没问题 你写了申请 跟俱乐部打个招呼 俱乐部有可能 哎呀 你别走了 那不行 因为俱乐部一般不累 不会拦 为什么 第一 他们充分尊重 球员和球员家长的意见 第二 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这个平台 不是最好的平台 如果有更好的平台 要我这个孩子 为什么不让他去 你说老人想赚钱 没事 他不在你这踢两年吗 都会在足鞋有记录 将来这孩子踢出来了 往回倒推 在你这训练两年 每次转会 都会给你个比例 如果踢不出来了 那就和我活割挨挨了 你踢不出来的 你上哪儿要钱去 咱们这是 只要我培训了你两年 三年 你踢不出来 你得给我钱 我管你踢不出来的 你得要走可以 你得先把钱给我 你说咱们等着 未来吧 未来吧 那如果能踢出来 我再给你 不 结线 必须得结线 因为他知道 踢不出来 那不摆 那不摆走了 如果踢出来了 那时候在管人要钱 中国人讲的一把一利索 北京话叫扎着 别扎着 打麻将 这把二十 给我 别扎着 我先扎你二十 扎完二十就得扎三百 原来有一国脚 一个老四哥的国脚 老打麻将 有一个入选国家队了 中国护国家队的 晚上没事 打打麻将 那个人老扎着 就扎着他 扎着两万多 然后等这哥们 就快集训结束了 这个年轻的就去找那老子 说你看 大哥你把那账结了呗 没事 下次下次继续 大哥我没有下次了 就我这表现 怎么可能还就下次了 见不着了 快点吧 快点结吧 哈哈哈哈 知道吗 唉我说到哪了 就我看了拉马西亚 对对 我给你讲讲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说我没有证 我也没有这个 我也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上哪个班 我为什么 我还带训练 我是真正带训练的 大傻子 要不哪天 我给你直播一下 我带训练 行吗 我看谢波 现在经常 编个这个训练的 一个小视频 就是第一步 什么身体 第二步结合球 第三步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二打四三打二 第四步什么小组 抢圈 第五步一个对抗 这东西我也能做 其实我也直播过训练 我也直播 我告诉你 我是怎么干的 我是拿到拉马西亚的录像 首先我了解 就是世界最牛逼的清训的 最新的比赛 我得先看 我想问问 瞧不起我的那些人 如果你是个清训教练 你瞧不起我是吧 我问你 你呀那最近 看的一场 欧洲的 同龄的清训 是什么比赛 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你能吗 你告诉我 你看的是什么比赛 你是不是在五一清训上 可能能搜点东西吗 对吗 你能看过他 五月份的比赛吗 你看过吗 你没看过 你没看过 对吗 你可能网上随便搜点东西 这个账号 这个清训账号 那个账号 你能看点东西 对吗 你看过他们全场比赛吗 你知道我们孩子 现在过去六天 看三遍这个比赛 你知道吗 每一个孩子我要求的 必须看 第一遍看整体 第二遍看局部 第三遍盯着自己的位置看 有人说你是不是又吹呢吗 别着急 我这个人 我从来不吹牛逼 你认为我吹牛逼 一半已经实现 另一半即将实现 今后六天 每天看半场巴萨这场比赛 两天看一遍 反复看三遍全场 边看边记笔记 第一遍看整体攻防 第二遍局部配合 第三遍盯着自己同位置的球员看 看对方在不同形式下的行动 不论进攻还是防守 记录并写出自己要学习的细节 收到请回复 中国组小将不是吹出来的 中国组小将是他妈踢出来的 是踢出来的 中国组小将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全国最优秀的 但是他们因为在这个氛围之下 熏陶了三五年 因为我知道 什么东西 只要学会了就不会忘 就是脑子里边的东西 对足球的理解 对吗 你学一个技术 你可能这场管用下场不管用 但是如果你有脑子 你这场管用下场也管用 他不见得每次都能赢 但是他指导你 怎么去更好的表现 我通过看拉马西亚的比赛 六分钟我能截出三分钟 这三分钟里边有门将的表现 边后卫 中卫 前腰 后腰 中锋 边锋 就是个体表现又有局部配合又整体攻防反抢等等 边路的二打一三打二 然后防守的收缩中路 然后这个这个包抢包夹 所有这些细节我就翻译 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给他翻译出来 我先翻译他他在干什么 就是他干了什么 就是这中卫拿球之后 左中卫给右中卫 右中卫先看 左中卫拿完球 给了之后 右中卫第一脚就停出去 然后快带 右中卫快带的时候 后腰在干什么呢 后腰不动 我今天刚跟孩子们讲完 我说中卫两个中卫 传球 我让有一个中卫带球上去了 后腰干嘛 有小孩说后腰应该往上上 不对 后腰不动 干嘛呢 保护性接应 因为如果你后腰要是动 相反 你给自己的队友 减少了一个传球的选择 因为你一动 你势必离对方防守队员更近 对吗 如果因为你在后场build up 你在后场建立进攻 肯定是 你开始的时候 是离对方防守队员要远一点的 因为你越往前 离对方的前锋中场就更近 你离得越近 你队友越不敢传你 对吗 所以呢 就类似于这种细节 包括前锋 一个反亚再回了接 我们基本上没这个动作 我们小孩基本上就一接 就回来跑 还是匀速的 我操 你匀速 人家就跟着 跟着 你拿球 人家光就上身体 他那是 大大 向前 先向前 然后后背就跟着向前 他啪的一个转 过来一接 能够有一米半的距离 你就可以干嘛 轻松的传球 甚至 轻松的转身 对吗 就这些东西 我把它翻译过来 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在干什么 这得看 有的人看不出来 吹牛逼呢 有些人 你给他看 他看不出来 就跟我给你一个 就给我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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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给我一个 唐帆彩 我也看不出来 他是哪年的 对吗 因为我不是行家 我们是彩王 我看不出来 你给我一根 K线 股票的 我看不出来 但是有人能看出来 这就所谓的 就是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感谢腰疼啊 感谢腰疼 那么中国的囚盲呢 二级管呢 是认为 你能看的 就是你 你不看这个吗 我也看这个 我就 我都能看清楚 你看不清楚 你怎么能看清楚呢 我看不清楚 K线 你就能看清楚球 这怎么论的呢 这怎么论的呢 因为我 我不了解股票 你真的了解足球吗 你也不了解 你只是能看比分 看谁哪 球停失误了 停大了 或者哪个 觉得应该该跑 不该跑 你看不出来 你看见他扭头了吗 你没看出来 你看见对方收了吗 你看不出来 你看见两边差了吗 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只能看见拿球的和旁边那个人 你看不出来 但是我能看出来 那你怎么能厉害 我当然厉害了 我不厉害我能赢五年吗 我天天研究到四点多 我操我还不如你吗 就你们那帮 就你们那帮那帮的 就是 阻囊饭带的 和那些这个 七个不服八个不服饭的那些 搞清训的 就你们 我只说有个别啊 因为大多数清训的都很厉害 我有很多我学习 我只说那些 瞧不起我 瞧不起小将的 就那些 就你们 我说句实在话 就我一个录像分析 我就让你那么压口无言 都别说一块T 你们差远了 你们真的差远了 就你们那个表达 我嘴里面是棉花道似的 还连线的 你歇了吧你 行吗 踏实实学吧 学点东西 我教你 哥教你点东西 你还可能能有点作为 你天天这不服这个 不服那个的 你最后不也就一碎催吗 你个一个D事的 你们牛什么呀 我们亚洲连A事我都赢过 欧洲连B事我赢了好几个 就你那一个 他们D事也在这 他们嘚瑟 我真是不好意思说你 我2015年 2015年 我就赢过欧洲职业B证 有什么吗 有什么呀 那巴黎斯塔什么证啊 那不也赢了吗 那几个日本 还有S证了呢 我赢过S 也赢过B证 她的诗诗听 好吗 我不是坏人 我这么 我为什么要在抖音上做这个呢 其实我知道 因为有些教练 有一些家长根本不看微博 我在微博岛上我说过很多 但岛民呢大多数他也不带队呀 他只能说看球更清楚了 但他没法把这东西再传给孩子或者是怎么样 知道吗 所以我呢 就是先看这录像 我得先看他们都干了什么 有的人看不出来 那没办法 那你说 草地上开满了鲜花 我们能看见鲜花 但牛来了 牛看到的就是饲料啊 吃一拨草吧 他看不见鲜花 因为鲜花不能吃啊 你明白吗 所以就是要解决一个人和牛的问题 拍了带鱼是吗 哎呀 你看我像带真正带货的吗 我这我这得说一说 带货 小酱奶吧 来一波 这牛奶没问题 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安排 我安排一个牛奶 行吗 那个 那个帮我拿一个牛奶 牛奶 小酱奶 谢谢 那对 快快点 快点 别耽误我 快快点 对 哎 你孩子三岁一天喝三瓶 他一定要多喝牛奶 还有就是奶酪 就饮食啊 对中国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真的 饮食啊 你看那个卡瓦哈尔 接受采访 就是他们在欧冠决赛之前 有那么大概十天左右的饮食 是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咱们可能觉得这东西没那么大 没那么的 没没没没那么大的这个影响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东西一定有影响 就真正的营养师他会在比赛之前他用饮食来调整你整个身体 因为我不太懂了就身体的各种指标各种这个比例含量等等就让你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竞技状态 这个东西是有作用的 你看早年间前苏联他们为了得奥运会金牌他女的选手之前让他怀孕 就是他怀孕一两个月上比赛场 那就是因为你一怀孕之后他各种那个这个分泌啊 就是旺盛 因为他有孕育新生命嘛 所以他整个的机体孕育的就特别 所以刚怀孕的时候别跟老婆打架 你不见得能打过的 对吧 这当时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激素 对对对 激素 激素水平高 那 激素水平高 那么我呢看这个录像呢 我先认真看他干了什么 你得先看出他干了什么 第二呢想啊 他为什么要怎么干 你比如说 就是后卫 他干了什么 他边后卫拿球 他内切了 好 那么接下来你就讲 内切的方法是什么 有没有假动作 有没有节奏变化 然后第三个想 他为什么要内切呢 哎 你就开始想 你就想他内切之后他干了什么 内切转移了 左后卫内切 转给右中卫了 因为这个线路永远 是开放的 因为你左后卫拿球 对方整体 会向你左侧移动 同时右侧要收 对吧 右侧是不是收 防守 落侧要收 好了 你这一收 他可能会注意 你的右边后卫 但他不会注意 你右中卫 所以左后卫内切 一看向前不行 啪 一脚就转给右中卫了 前方前方去逼 逼左中卫 左中卫给他了 对吗 给他之后呢 这个人过来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开始是高压 他就会落 他一落 你一内切 一给他 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由人 空位 你就可以快带了 你一快带 局部二打一 他就蒙了 他不知道是上还是收 他要收 你就继续快带 就找中锋了 中锋就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一做 这一做完 这边一插一打 就透了 然后他就只能上了 他一上 你扒一给 这个人就空了 这个人就下来了 知道 好 我先看他们 做了什么 然后呢 我再研究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接下来 这么做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就知道了 效果是什么呢 可能打穿了 或者是打透了 或者是控制了 或者怎么样 好了 接下来很重要一个任务 就怎么训练 怎么训练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看到他怎么训练 没有看到他怎么训练 但是我看到了他训练的痕迹 就是我们不知道 就是他是怎么做的 这个 这个 叫什么呢 炸酱面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但是我吃到了炸酱面 然后我知道他炸酱面里面都什么东西 好了 很重要 就是他有 他可能有秘方 但是足球世界里面 他跟这个秘方还不太一样 其实没有太大的秘密 没有太大的秘密 你比如说 图赫尔练防守和 和西蒙尼练防守 可能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效果 基本的原则和逻辑是一样的 或者叫趋同 对吧 但是训练方法可能不一样 西蒙尼呢 可能是整体移动 咔咔咔咔 然后场地上摆着玩 是吧 各种位置 球在什么时候 这人到哪 可能是这样 那图赫尔呢 可能是另外一种 这个顶 收顶 横移 大差不差 大差不差 所以呢 你就得翻译 他的训练方法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是比较难的 相对难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要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难吗 有两点 第一点 你充分了解 你的队员 就谁能做到 谁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 你就别让你队员去做 因为队员有队员跟队员有不同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踢边后卫位的 带有哲 和踢边后卫的老大 是两个类型 所以老大能做的 小代不见得能做的好 小代能做的 老大也不见得能做的好 所以这要充分的了解你的队员 你只有了解他 你才能够把拉玛西亚 或者是高水平的 同龄的 世界先进的 这些孩子的处理球的方式 告诉他 你要把适合他的 告诉他 又忘了牛奶了 牛奶讲完了吗 那就降机 我这个说鸡不说 降机 那就降机 降机那是29块 29块9的降机 横汇的 这款降机就是废酒 没有别的 吃了就想喝酒 很便宜 一斤一两的 在超市卖42 因为我认识这老板 有人说这老板 这个降机可能别的也有卖的 是吧 是 谢谢 这么长时间 摩阳宫吗 这不是 是吧 这小降台 小降台 小降台 3.9 有点慢 太慢了 不好意思啊 因为最近地位稍微下降了一点 好吧 因为最近呢 没怎么出去挣钱 好吧 地位有点下降 地位有点下降 这牛奶啊 这个牛奶是我们和贵州 不是贵州啊 广西 贵牛 上市企业 贵牛 联合出的啊 小酱奶 纯水牛奶 这个 有人说 你这商标有点 就你这个 有点 那个什么 有点 那个 奇 不 这是国家商标局 就是必须 就这么叫 就必须得这么叫 就是这几个字 必须得这么写 水牛奶 就是水牛奶 所以我就想 什么水加牛奶 不是 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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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水牛 南方的水牛 就天天在泡澡的那种牛 不是说在草地上那种牛 水牛 水牛 所以呢 我们呢 所以我呢 就开始 把拉马西亚的这些 优秀的表现 我呢 就 给他 分门别累 我 我还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 今天我听说 我们要恢复训练 得是高考以后 所以 还有足够的时间 我会把拉马西亚这一盘录像 研究透了 然后我把这个 分门别累的 把门匠的表现 我给他集中在一个视频里边 有五点 门匠 结合着我们门匠训练 现在要求的 你知道吗 今天 我想说一件事 一个外插花 就是 我发了那个 阿利松 那个 阿诺德 就是那个 那个 欧冠决赛啊 为你写事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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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叫为你写事 为 为 为 这个 进球 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告诉你 有的人 我说 阿利松 应该喊一声 有人说 不可能 那边 咱们能看的 大哥 你这么一下 你踢不穷吗 我想问你 你真的踢过球吗 就你在球场上 这么一下能耽误很大事是吗 就这样 你以为是恐龙吗 恐龙回个头 一次半年 会吗 就这一下 你告诉我耽误 傻了吧唧 一帮 留言 说这怎么可能呢 说那边都要传中了 门将怎么可能看呢 这帮大傻子 卧槽 真他妈大傻子呀 真是大傻子呀 就这帮人 就这么 就这样能 这他妈看不见是吗 这能耽误是吗 就这样 就这么耽误 你 你没看过 偷描过女神吗 没偷描过吗 你在学校里边 你他妈在大街上 你没看过人家 女的大腿吗 你不看人家 你多大事啊 你会吗 傻了吧唧 就这帮大傻子 老在这儿干 就这腿 就这腿 没看过吗 没看过吗 你 这段行吧 这线挂行吗 哥们其实是个相声 脱口秀 我有时候一看电视里脱口秀 我都只想乐 我乐不是他们说的乐 我说你们他们太low了 给你们写的本子 你们都说不好 知道吗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 就要求我们的门将 只要对方要传中了 你看也好 你不看也好 你先喊 中间跟人 先喊 你问毛永斌 小廖 你甭管怎么你先喊 有没有人 你都先喊 中间跟人 怎么不行呢 当然 很多情况是可以看的 因为那边一传 你马上一看 马上回来 一看有人 后面有人 盲区里边有人 提醒他 丁人小袋 中间喊一声 不耽误事 死不了 死不了 真的 所以我只能说 就是在足球世界里边 他有可能是在高度紧张 或者是他们已经缺氧了 他可能脑子不转了 就理论上 在那个时刻 喊一声 其实不难 但是有可能 阿诺德是看不见了 阿诺德回了一下头 没看见 但他应该回第二下头 阿利松绝对应该喊 因为你一个门匠说都缺氧了 那你活该 你输死 你不可能缺氧 但是他没有这个习惯 或者喊也听不见 真听不见吗 就球场的声音有那么大吗 在球场里面 就球场里面都听不见 那教练还在那里喊什么呢 所以我告诉你 在球场上 有几件事 永远做 永远对 就是你玩命喊 你喊什么呢 你随便 你喊永远不是错的 哎 丢人 加油 注意力集中 注意 防守 跟住 翻墙 抢他 抢 走 收 收 快 回来 盯他 犯规 所有都是对的 没有错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观察永远是对的 球在你这儿 不在你这儿 你就多看 你永远是对的 永远不会错 呼喊 观察 永远不会错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永远的把车热着 什么叫热着呢 就是你要永远的 让你在动 不能站着 你哪怕原地踏步都可以 一定不能站着 就你的姿态永远是 就是 就是 就脚下动着 而不能 这就完了 或者就这样 这边就漏了 你应该 永远动着 因为你永远动着 它热车 就你永远是怠速 绝对不能熄火 你一熄火 你一看 这贼来了 一打火 满了 你那是 走了 就这三件事 最基础的 永远 不会错 永远的不会错 就你这三点都做不到 那就有可能 你失去的 就是你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 再去获得的东西 可能就是一声喊 有的时候一句话 一声喊 能挽救一个生命 这哥们逛马路 玩手机 你喊上 哎 车 压他妈没走 大卡车 呜 过去了 你要不喊 死了 死了 对吗 所以 呼喊 我今天跟 跟小孩说 我说 我们在恢复训练 他们 我就让你们 在场上喊 说有人开 我不开 那这堂课就在那喊 喊完了 到我这领 喉咙的药 谁嗓得哑了 谁回家 谁嗓得哑了 谁回家 说你这说话 还挺正常的 继续喊 就是 有的小孩吧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是比较内敛的 再加上一些家庭文化 你比方 有的小孩 他父母就是 不愿意说话的人 你想 他天天在家里边 仨人 可能一天也说了多少话 所以小孩来这踢球 你也说不上来他 他也不是怕 他也不是不热爱 他就是不说话 踢球 就闷着踢 就闷着踢 另外一个就观察 这个观察呀 我坦白说 这是人性 什么叫人性呢 人首先都是 感官会集中在 就是最焦点的地方 所以有那么多人 他妈看热闹 把包丢了 车丢了 钥匙丢了 什么手机丢了 还有把孩子丢了 有看热闹 把孩子丢了 谁看热闹 他就没有观察 看球看人 一会儿 看热闹看孩子 看热闹看孩子 看热闹看包 看热闹看手机 看热闹 没有 就什么看热闹 汪小飞 怎么回来 谁呀 这男的女的 怎么回来 手放哪了 怎么回事 我小孩呢 孩子呢 哪位旅客 不是哪位游客 丢失了小朋友 请过来 食物食物招领处领取 对吗 这是人性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你知道什么时候 人牛逼了呢 就是你把人性的弱点 克服了 哇操 那你就牛逼了 就你把这种美女 谁人性都想 是吧 都想 但是什么时候 你能把它克服 什么时候克服 你就走向了 另外一条路 就弯了 安全了 弯了就安全了 弯了 对吧 所以人性 把人性的 你克服不了 也是对的 对吧 因为你是凡人 对吧 你是凡人 你最后就 你就凡心 对吧 真的 四字头上一把刀啊 兄弟 磨得可快了 其实 一辆车 一个房子 不算什么 有人要九个亿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我要去 想办法去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呢 为什么对我来讲 我有信心呢 哪怕我不知道 拉马夏是怎么练的 第一 我了解这些人 我了解这对人 就谁能做到 我就让他去做 谁做不到 没关系 因为世界上 边后卫也不 或者是哪个位置 也不就只有一种 踢法 我要给这个队员 找到他最适合的 踢法 他能学 你比方说 拉马夏那个 左后卫 黄紫杰 百分之一万 能够做到 就一个假动作 向前 把一个内切 把他提速 然后左脚给中卫 或者是给后腰 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现在呢 可能没有人家 做得那么坚决 或者他没有明白 说这么做 什么时候做 什么时候不做 他没能明白 你只要告诉他 他就能做到 就能做到 你比方说 孔零容 孔零容快速带球 中卫快带 他现在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孩子呢 他可能 他这个孩子很乖 他觉得后场处理球 要安全 这没错 所以他一般呢 接横传之后 他都先停在脚下 然后他再扒了 他一看 哦没人 打打打再往前 而且带的时候 有犹豫 怕丢 万一丢了怎么办 想太多 好了 那我就针对他这个特点 他能做到 但他现在心里不过关 或者是观察不够 好 那我就给他练 我说你不怕失误 今天你给我带丢两个 没问题 你可以带丢两次 被人断 断了就再抢嘛 另外一个 我安排一个后腰 或者是门将 做好准备 中卫带球的时候 你要做好准备 因为有可能被断 那么你后腰的保护性坚硬 包括边后卫的内收 你都要跟上 这样的话呢 形成一个配套 当孔玲蓉意识到 我即使带丢了 也不是灭顶之灾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有更强的勇气 他能力没问题 他只是犹豫 你明白吗 人其实有很多时候 不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心理的问题 就不靠谱 有的人为什么说 这件事我 我其实能做好 但为什么 没做到呢 是因为你 啪 做不好会怎么样 对吗 但如果你把他 后顾之忧给他解了 没事 兄弟 你做 你去 我这还有币的 有人 我要投个币 套圈 最后一个了 万一 其实他能套着 他有能力 万一套不着 没了 没圈 没事 兄弟 来 我这还有一百个圈 一百个圈 那哥们一百个圈 一扔 套着了 就这 小孩 就要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 要谨慎 小心 而什么时候 你不能老光鼓励他不行 小孩也聪明 教练说让我 可以怕失误 别扯了 妈呀 失误丢两球 他不可能再让我踢了 小孩现在十三 聪明着呢 但是你告诉他 没事 你上去 你看 小戴给你补 另外后腰 雨诺在你后边 你就丢了 他第一时间上去延缓 你回来包家的 就不抢回来 不就完了吗 哎 你这么一告诉他 还真是 他就敢做 你要光耳的 没事 你失误吧 你失误完了 没事 我不算你 他心的话 东老师 别闹了 我什么失误两次 丢两球 你能不生气 别骗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别骗我 我不干 我不干 他还是那么保守 你得要配套 而实战当中呢 这种配套也是非常重要的 攻中带手 手中带攻 就一帮大傻子到现在为止 也没明白保护性接应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保护性接应就不往前跑 他认为保护性接应就是为了保守 这帮大傻子 他不知道是在后边 既能够提供接应 又能够提供保护 为什么排球 四号位起来的时候 底下那人猫腰 在那准备接呀 万一被拦了呢 万一被拦了呢 拦了之后 他不就能把球又打起来吗 就不至于丢分吗 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个事 超纲了 就这么一件事 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个对中国人 对于足球的理解是多么淺薄 互联网的这种传播 现在保护性接应成热词了 就这帮大傻子一到我这留言 保护性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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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对吧 你看这不被飞加一硬吗 对就这个意思吗 对吧 他就是 你看有很多的排球比赛里面 能够看出来保护性接应 对吧 你要从篮球上 什么叫保护性接应呢 可能这个人要上篮的时候 那个人就准备抢完满 就这个意思 同时也能够接应 万一他 跳起来对方盖帽 他啪一个转手 那哥们拿起来 疯不就进了吗 对吗 就这么简单 但是非常 就是在中国 你要想把这事说清楚 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用一己之力 顶了多少骂名 来推广了这个概念 但是呢 现在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渐渐的 有越来越多人能够了解 因为什么呢 你向前 对方 防守 密集 你前插没有空间 在后边接应 他一回敲 两边一上 插内部 或者边路套上去 一个长船打身后 搭搭吗 不就是 就是搭 搭吗 就这么简单 所谓第三点接应 打第三个点 A回给B B你打C上去 就这么简单的事 但是在中国就太难了 中国就看见余大宝没跑 他没明白说余大宝身边没人 他为什么要跑呢 他跑是为了什么呢 跑移动是为了躲开对方的贴防吗 他身边没人呢 跑什么呢 他越往前跑 不离对方防守越近吗 他拿球怎么转移啊 他一拿球 他妈 防守就贴上来了 他能像这么舒服 我在后边点 搭搭 你看过美国的橄榄球吗 你看四分位吗 四分位跑吗 你见过四分位跑吗 告诉我 说实话 知道什么是四分位吗 他把人带走就行 他后边没人 他带谁呀 他不带人都回去 他带什么呀 你回去好好看看 别在这争了 行吗 好吗 回去看看去 先回去看看去 再回去看看 他带什么人呢 你不带 人家人都收回去了 你往哪带呀 他把人带走了 他给谁呀 后边有人接吗 傻了吧唧的 把人带走 哎呦我去 回去看看 好吗 你看那美国那四分位 一帮人在那怼着 怼着 往后一扔 这人把他给四分位 四分位拿着球 就在这 对吗 旁边人都让开 这人拿着 你见过他跑吗 你见过他跑吗 他为什么站着 他是身边没人 为什么 他的队友 把对方扑过来的人 全给拦了 他跑什么呢 他一跑没准 扎人怀里了 我不懂橄榄球 我说的对不对 我说的对不对 橄榄球有没有四分位 有吗 四分位是不是这么操作的 对吗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操作的 对吗 非常对吧 你看那四分位 拿着球 根本不慌 因为旁边那几个大汉 把对方扑过来 都给挡了 他 他 他看 杀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有人说 余大宝是中锋 大大哥 足球场上 你在哪个位置 你就演哪个位置的角色 不是说你是哪个 你就永远就演这个 那么那莫德里奇 那不在右后位 传给他右边前的卡瓦哈尔吗 到底谁是右后位啊 卡瓦哈尔啊 那为什么莫德里奇在右后位出现了呢 那不叫轮转吗 超纲了吧 又超纲了吧 轮转不知道吧 轮转知道吗 萨拉克踢什么的 踢右边风的 彭德森踢什么的呢 踢右中场的 阿诺德踢什么的呢 踢右后位的 这哥仨经常轮转 知道吗 轮转 知道吗 轮转 就是 这个谁 这个这个这个 亨德森经常扮演右边风 知道吗 不知道 亨德森我都不认识 打台球了吗 打台球了 亨德森 一杆147吗 有人说 那宝性皆硬 那是不是你自己造的词 我坦白说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说的 但我已经说了能有四五年了 我在直播当中也说过 但是那百度词条是没有 你要一定要搜呢 董武智说过一次 2017年 在一条微博上说过保护性接应 你要再搜呢 就搜到排球里面有保护性接应 那么好 你姑且说这是我创造的词 那么我创造的词 你离就是你不要管我 就管他叫什么 我说的你能理解吗 我的保护性接应 就是有保护有接应 那么这个在西班牙 后来有人查到了 西班牙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足球教案里面有 叫延连续性接应 和进展性接应 什么叫连续性接应 这个人带球 这边两防守 这个人你让他插 是大傻子 他上哪插去呢 这都贴得这么近了 有点赞续性接应